陶渊明 同我旧律画曲不符慧 涂抹这些行良辰俱口呗 陶渊明这首《诗》里强烈的歌颂了 鲸卫和行天 这种只死不欲的那种战斗精神 那种战斗精神 复仇的精神 陶玉明他是进行歌颂的 他歌颂了经味和行天的复仇精神 实际上真是私人自己 久亢暴的感情的一种表现 所以如果出一个题目 叫大家评论陶玉明的诗歌的话 大家诸位同学 千万不要自评论他的田园诗 你评论田园诗 只能够得到一半的分数 那个庸史庸怀诗占一半 你也要进行评论 陶玉明的精神体现了两个方面 陶玉明之所以伟大 就是他有两方面的精神 两方面的精神 陶玉明我们大家知道 还有一篇文章 还有一篇文章 《桃花园记》 《桃花园记》 是不是 《桃花园记》大家得过吧 《桃花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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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课时间有限了 大家回去 把这首 把陶渔明的作品 好好地看一下 陶渔明是我们这一学期讲课的重点 希望大家回去把陶渔明的诗 陶渔明的散文 陶渔明的诗 诗歌 诗歌分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内容 大家全面地好好地复习一下 那么陶渔明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先讲到这儿 陶渔明是一个时代的技术 是魏晋时代的技术 魏晋以陶渔明为技术 陶渔明尽管活到了刘宋时期 但他进了刘宋时期 时间是已经很少了 很少了 那么刘宋时期 要讲的我们是另外一个人 陶渔明诗歌的艺术特色 我们这里也讲一讲 陶渔明的艺术诗歌特色讲一讲 陶渔明诗歌的艺术风格 陶渔明的艺术风格 我们说第一个风格 它是平淡自然 平淡自然 这个和他的诗歌的内容 以及表现上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 农村的日常生活 以及处于这种生活当中的田径的心情 而又是通过扑朔的语言 白描的手法 真帅自然的书写出来的 诗人感到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 没有一点附着的痕迹 如的《三海经》第一首《孟村草木长》 完全是白描的手法 语言十分平淡 诗人夺起来毫不费力 第二 陶渔明的风格是平淡而醇厚 他这个不单是平淡 而且是醇厚 如果单单平淡 陶渔明也不会成为一流的诗人 陶渔明虽然平淡却不浅薄 相反之诗人感到醇厚有味 他的诗歌语言 《语言虽然之识》就普通的田家宇 这个田家宇是谁讲的 田家宇是钟荣讲的 是比陶渔明死时代稍微晚一点的一个 著名的评论家钟荣讲的 陶渔明的诗歌 《语言虽然之识》 田家宇 确实经过高度的意识体炼 这十分精粹的语言到中 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 这些形象 无论是自然风光 还是社会生活 都有着最深厚的生活基础 第三 陶诗还富有意境 这在他的田园诗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他的田园诗和谢灵云的山水诗不同 我们接下去就要讲谢灵云的山水诗 谢诗往往自给人一幅幅客观的山水画面 而陶诗却在诗人接触到田园生活画面的同时 而引人到另外一种警戒当中去 第四 陶诗由于内容不同 风格也不一样 比如他的田园诗都般平淡自然 意味醇厚 但是像雍金科等诗却写得豪放有列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但虽类豪放却有豪放来的不倦 这是鲁迅的话语 鲁迅先生说 他的豪放在不知不知道中 哪里的豪放 和他的田园诗的风格仍然有相通之处 第四 我们讲讲陶语明的地位和影响 我们今天把陶语明评价很高 提的很高 但是大家要注意 陶语明活着的时候 并不受人重视 陶语明活着的时候 并不受人重视 这次他的朋友陶 严言之作陶正是雷的时候 也是称赞他清高的人格 对他的诗歌没有予充分的肯定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刘雪的文心雕龙 没有提到陶语明 在中庄的诗评当中 陶语明是留为中评 中评 中评不错了 他没把它留为上评 上评 按照当时的那种 语言风格 诗歌的写作技巧 陶语明还留不上 我们今天认为陶语明的诗歌 确实非常好 当时留为上评的是曹植 是谢灵韵 这些一流的作家 这是当时人的眼光 陶语明的诗 中评诗评当中还有夏评 一样曹植的诗歌都留为夏评 很多人说夏评是不是不好的 告诉大家 能够离进去的都已经很好了 上中下三评能够有品味的都不错了 没有肉评的还有很多了 很多诗人连品地都没有 对不对 更多的人没有品地 大家注意 夏评不是说很差 夏评说就是第三等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是第三等 是吧 我们杭州有上天座 中天座 夏天座 现在给成上天座 中天座 三天座 就第三等 第三等 当然上天座 中天座 三天座 这个是地位 地势 上天座在山上 中天座在半山腰 夏天座在山下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陶语明什么样子得到提高呢 大家注意 消通 就是梁武帝的儿子 昭明太子消通 后来编了一个陶语明节 陶语明节 并且为他写了一个序 并且可以很高的评价 那么 消通编了陶语明节 今天我们也看不到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陶语明节 是后人重新编过的 重新编过的 从那个时候以后呢 陶语明才受到重视 受到重视 地位也不是很高 到了唐朝的时候 谢灵韵高于陶语明 到了宋朝的时候 陶语明的地位高于谢灵韵 这是一个发展过程 所以陶语明在我们 魏晋南部朝这一段 他是魏晋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 极大成者 最后一个诗人 他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陶语明之后开启了南朝四个的风格 那么南朝四个风格的第一个人 就是谢灵韵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谢灵韵 下面我们可以讲一下南朝四个 下面我们讲一下南北朝四个 南北朝四个的第一个诗人 是谢灵韵和他的三水师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三水师产生的原因 谢灵韵在扭转诗风当中的作用 在我们中国四大夫的观念当中 三菱是和仕途观察相对立的 三菱是和仕途观察相对立的 三菱作为隐私避世的场所 很早就被四代夫们向往着描写着 到了魏晋 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 那么隐移的风气更加顺行 四大夫的阶层不能最潮的最野的 大都以影业为清高 以山林为落土 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理想的生活 和三水的美丽结合起来 这样子三水描写的诗歌里面 就逐渐多了起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三水师的第一首 就是我讲金安文学的时候 是给大家讲过的曹操的步出厦门行道 那么一首 曹操在军吕子鱼 他也写三水 他第一首完整的保留下里的三水师 是曹操写的 那么大二列的写着三水师 从魏晋开始 那么到了谢陵运的时候呢 达到了一个高峰 高峰 我们说西晋分成了 晋朝分为西晋跟东晋 那么西晋后来因为霸王子乱 北方领土沦陷以后呢 南 皇帝呢 晋元帝的南东 他原来当然不是皇帝了 后来到了南方以后建立 东晋的第一个皇帝 晋元帝 晋元帝南东以后呢 我们大家知道对江南的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南东 西晋的南东 南东有很大的好处对江南发展 一个 南东的官员带了大批的 大批的钱到南方来 帮助南方发展 第二个 他带了大量的书股来 大量的书股来 你像晋朝的南东 你像北宋 就说以后 想南宋发展的那个难度 我们别的不知道 就像李清照吧 到我们杭州里住 到金华里住 他一路走的 他带的是几十辆车子 几十辆车子 有很多的文物 有很多的书 当然 我估计也有很多的 家里的钱财 晋晋戏软都要带上吧 对不对 都带到南方来 南方来 结果李清照一个女人带了那么多东西 当然有很多家里的人 一路走 一路被人家偷 偷掉了很多 抢掉了很多 但是还有很多 所以江南的经济 由于几次难度 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四座地主 到了南方以后 到处建筑园林壁墅 过着游山玩水的悠闲生活 他们的悬崖寺里面 也出现了山水诗句 借助自然山水的表现 老庄的哲理 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 山水的成分 逐渐增加 那么东晋后期 有个叫谢混的人 他的游西词 等少数的诗篇 就已经集中的刻画 山水井沃了 到了刘宋初年 谢混的哲尔谢灵韵 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 就去游山水 并写作大量的山水诗里 发泄他的粪脉 谢灵韵的山水诗里面 虽然还偷有一条 悬崖的尾巴 但山水诗的描写 终于从悬崖寺里面 夺利出来了 从而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 此外 诗人对自然美的认识的 加深 五颜诗的成所 以及明歌里面描写 自然紧握的 一所经验 也为山水诗的出现 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 再加上难度以后 诗人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将难秀丽的山水 这样山水诗 就很自然的产生出来了 谢灵韵 他的祖先是北方的 他的祖父子 是非常有名的 叫谢玄 我们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发生过一场战争 叫肥水之战 这个福建 要想进入到南方 谢玄 谢安是丞相 他掌握全国的形式 他当然是首都 谢玄 是前的总指挥 谢玄 是前的总指挥 他的功劳很大 前方都他指挥的 最后我们大家 这个故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最后福建被彻底打败 彻底打败 福建 K都很骄傲的 你们假如不投降的话 我单单我的骑兵 把马兵丢到水里去 就可以把这个 河就可以断流 多少兵啊 但最后在谢玄的 精心的指挥下面 这场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奠定了 就是东进 南方稳定的基础 所以谢玄 最后封为康乐宫 宫是封建社会里 封得最高的一档 爵位 爵位 谢玄 后来生了个儿子 叫谢焕 谢焕就是不聪明的 不单是不聪明 可能还有一点吃 谢焕很不满意 谢焕很不满意 后来他的儿子谢焕呢 生了个孙子叫谢灵运 非常聪明伶俐 这个谢焕真是百事不得其解 他说我这样的人 生了这样一个某的儿子 我的某的儿子 生了那么好的一个聪明的孙子 他喜欢的不得了 喜欢的不得了 谢家的根据地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今天 德江的上榆 上榆 大家注意啊 那个时候 浙江最集中的人的地方 中心是在绍兴 所以绍兴的边上就是上榆 所以 谢安的墓系的也对 上榆 我一个同学的上榆 到县委书记 那个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当时呢 杭州还是一个小地方 叫前堂小地方 那么杭州有个道士 新都的道士 那么后来 谢玄呢 为了这个孙子 能够健康的成长 就把这个谢灵运 放在杭州养大 放在寂放的人家街里养大 所以谢灵运还有一个客名字 叫克尔 就做客的客 克尔 所以谢灵运有时候 自己也自称自己是客人 我们中国有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习惯 往往把儿子的名字 叫得很小 阿猫阿狗 或者是克尔 我自己承认是克尔 年王倒不注意了 年王不会把他招走 都不会把他招走 所以谢灵运 就是这样的环境 下面长大 长大了以后 他继承了 康罗公这个爵位 康罗公这个爵位 这个爵位是很高的 但是后来我们大家知道 东晋把位子 缠让给刘宇 那么建立了刘宋王朝 那么刘宋王朝呢 把康罗公 把它降了一等 降成康罗侯 刘宇呢 建立了新的王朝以后 他把公呢 都封给自己的儿子 子者们 这一辈了 那么 人类的公呢 只能变成猴了 那么谢灵运的心里 是非常不愉快的